美意當然是神的美意 讓我體會一下 灣區的經濟又好了 每一次塞車 你們知道 就是經濟好的時候才會塞車 經濟好 所以你們要感謝主 經濟好的時候來到美國 要出來了嗎 好 等一下 好 那 我就不點名了 那幾個東西稍微報告一下 今天因為難得院長來 所以等一下中間休息完 我們照一張合照 好不好 跟所有同學照合照 那 那今天本來還有 四組要報告 那四組呢 我就督你們一點favor 我們以後面四堂課 我再找機會給你們報告 因為前面已經遲到20分鐘 我要搶一點時間回來 所以你準備好沒關係 我會讓你報告一下 但是呢 我給他借一點時間回來 等一下 好 實在還沒出來之前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上個禮拜 不是 兩天前而已 我想第三堂課 今天是第四堂課 第三堂課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提到所謂的calling 招命 因為calling 我們在每個教會裡面 甚至很多的詩歌裡面 我們都有calling calling 我們也很怕 神給我們的calling 我們自己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calling 一個招命 一個呼召 我想每一個神學生 不管你現在是進哪一個神學院 每個院長都很在意 也很希望 你很清楚知道 神在給你的calling 讓你到神學院來裝備以後呢 你如何一輩子來侍奉神 那我們上次也說了 三重招命 對不對 對任何一般人的招命 就是要一般的 所有的人類 都可以認罪 歸向神 等一下 給我調整一下 你們也塞車是嗎 你從哪裡 爬拉托來是嗎 那爬拉托我也下去了 全部不能動啊 那個簡直不能動啊 害我還在繞回去 是啊車子都不能 連想迴轉 再掉頭都沒辦法 那神出了給我們普通的呼召 讓我們每一個人 都需要歸向主 那神也給基督徒 一個第二層的呼召 就是要你們出去 傳福音 大使命 但是還有一個第三層呢 特別特別給我們這些傳道的人 特別呼召你們出來 你們不是只是 要一般 像一般的人 要歸向神以外 也不是像一般人 出來很好 感謝主 你們還有一個特別特別 Special calling 你們是出來 你們不但代表的是基督的樣式 你們還要在 所有需要的群眾當中 傳福音 那今天我們等一下也會講 過去我們的1040 1040的視窗 跟以及今天 我們已經到95視窗 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在第一堂課也講到後現代 因為現在後現代 要你包容 要你尊重 要你多元 現在台灣也是搞的 對不對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多元 到底你應該怎麼處理 我看 在台灣 還有一些牧師也站出來 是挺同性婚姻的 哇 我看來都覺得說 這個世代看怎麼處理就好 因為後現代主義呢 越來越強 要我們什麼都尊重 什麼都包容 但是你怎麼去包容那些 少數 他說 男生想要愛男生 女生想要愛女生 然後為了這少數的 5%不到 要改那95%的婚姻制度 對不對 那如果男愛男也可以 女愛女也可以 如果有弟兄姐妹在教會問你嘛 故意來挑釁喔 聽說你在神學院是神學生啊 那如果還有人喜歡在教會都喜歡說自己是傳道人啊 你有喜歡在平常在教會就說我是傳道人的那一種 很多弟兄姐妹在故意來挑釁喔 來問你說你怎麼看 當然你不能說 哎呀他不符合真理 然後他就怎麼樣 可是他今天真的造成了社會的問題 對不對 那職場裡面呢 那職場裡面呢 更容易 今天所有的大公司 在這邊的Google Facebook Apple 全部是支持同性婚姻的 那你想說他們為什麼會支持 其實是上層的在支持 那上層的為什麼支持 因為大部分下面的人是沒有一定特別的偏好 因為他只是怕反對的少數人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當然目前華人的教會裡面 不太會談得很激烈 但是你一離開了教會 你就看到社會的新聞 我相信中國很快的喔 你別以為在中國現在好像沒有 我跟你講中國也很快的 這個議題很快就會進去中國了 那中進了中國以後 來我們今天讓我開一下今天 是不是第六 OK好 第六 所以今天呢 因為院長在 我要把某一個課程往前調 讓你們實用性一點的 前面呢 我們前面兩三堂課 談了一些比較基礎神學 今天我們談一些比較實用的 特別是第二堂 我們會談到職場宣教的十個模式 這十個模式呢 是今天整天兩堂課的一個重點 因為這樣十個模式呢 可以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啦 是我博士錄裡面的最精華的部分 是沒有人還沒publish過的 那我們現在先走第一堂課 好不好 先走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呢 我們要從聖經跟宣教室 兩個小小的地方 切進來 讓你們知道 整個在職場中的招命 這是我們上一堂課的一個簡單的複習 神的招命並不是只是呼召我們出來成為一個專職的侍奉者 我們已經說過了專職的侍奉者 OK 那這叫職場的招命 那我們這個只是很快的複習 一般的信徒的三個招命 對人類來講 要我們從最終歸向他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就要過一個與救恩相稱的生活 每一個獨特的個人 還有一個獨特的呼召 也許就呼召你出來 念神學院 或是呼召出來 做某一方面 特別神的事工 那在職場裡面 這個是職場信徒 職場信徒 一般的人呢 神呼召出來管理大地 保護這個環境 那對職場的基督徒來講呢 是在職場裡面為主做工 那特別的 你們這一批 希望5%裡面 有人出來可以成為雙職傳道人 那就有獨特的呼召 OK 那這是上一堂課的 那今天呢 我們很快地從職場的人物來看職場宣教 所以我們前面已經有四組分別的報告過了 後面還有四組我們會找一個機會講 那職場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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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每一個主題 將來你們到教會裡面去 也都可以成為你們主日學的內容 會很powerful 當然你們要努力喔 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每一個我都只能點到他的重點喔 剩下留給你們自己去報告喔 好 上帝造了亞當跟夏娃 他所代表的是一個獅子的領袖 為什麼 神已經把事情交代了 散熱樹的果子 跟生命樹的果子 哪一棵能吃 哪一棵不能吃 有沒有 亞當是個獅子的領袖 因為叫他不能吃的 他就試試看 今天我們在職場上 你們在教會幕會裡面也是一樣 你的教幕團 可能上面有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就牽交代萬交代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你可能在教會裡面的時候 你就變成一個獅子的領袖 試試看 真的這樣子嗎 結果吃完了以後怎麼樣 不但離開了伊甸園 最後呢 想要回伊甸園 神還怎麼樣 派了紀錄伯把那個鹿給擋著 避免他再回來吃到什麼 生命樹的果子 因為一吃了等一下 長生不老 可是他已經有犯罪的紀錄的話 還寧可把鹿給擋住 別進來了 不再給了 從此以後人就有壽命的限制 這就是為什麼你們在職場的壽命有限 很多人三五年就換一個工作 有的人更慘 三五個月就換一個工作 在教會裡面也是 教會會把牧師趕走的喔 真的會趕走喔 這不是新聞喔 做不好你真的會被趕走喔 我告訴你就是一個獅子的傳道人 好不好 亞當夏娃是一個最早最早的獅子的領袖 該影跟亞伯呢 夏娃生了這兩個孩子以後 有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這兩個孩子 有沒有被教導 要敬畏耶和華 所以該影老大 是農業專家 有沒有 他從他的媽媽夏娃那邊學來 他知道在他的職場 他的農作物裡面 要把最好的 有沒有 最好的農作物 出生的 出熟的 要獻給神 這就是職場的恩高 亞伯呢 亞伯是畜牧專家 有沒有 他的專業是農業 是畜牧業 種這些牛羊 他還把他出生了 有沒有 因為他媽媽夏娃有跟他講 爸爸媽媽換錯了 你們是第一代生出來的孩子 你們還是要敬畏耶和華 所以他們兩個都把最好的拿出來 這個是恩高 你們有沒有在職場 曾經把你們最好的獻給神 還是等到你們被職場淘汰了 才躲到神學院來 要去思考祷告 當然後面的故事留給你們去分享 我只是每個提重點 挪亞 挪亞在當時候 唯一的藝人 你今天在職場裡面 或甚至你在教會幕會的時候 你有沒有教導你的會眾 在他的職場成為一個藝人 藝人 就在挪亞的身上可以看到有一些 特徵就是 神在天氣還很好的時候就跟他講說 你要造一條船 我要用大水給你 毀滅人類的時候 不是讓你白白來這邊旁聽的 因為你白白旁聽沒有用 你不用替我打分數 因為院長沒有要你們替我打分數 對不對 你們要替自己聽 這是職場的藝人 所以當洪水來的時候 只有挪亞一家人 八口 你是否在職場 成為這樣的一個藝人 你是否能在教會裡面 教導你的弟兄姐妹 大家有這個藝人的觀念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這就是一個呼召 當亚伯拉罕被神說 你要離開本族 本地 富家 到哪裡去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那個地方會怎麼樣 那個地方會怎麼樣 今天 當你們如果上完了這八堂課以後 可能你會開始感覺到 聖靈在你心裡面的一個呼召 要你們如何進入那個職場 去產生你的影響力 你是否會順服 然後最後被神祝福 你將來的子孫 會如天上的星星一樣的多 雅各 雅各 有沒有 雅各從以前就很會怎麼樣 很會撕小聰明 有沒有 博取他的紅豆湯 博取他長子的名分 今天我們在職場裡面 也有很多人喜歡小耍聰明 耍那些小聰明 在教會裡面一樣喔 教牧團裡面同樣 傳道人十個牧者 有人在裡面就會 就是會玩那種小動作的有沒有 直到神直接怎麼樣 跟他摔角 所以有時候 在職場上有時候被破碎 不要覺得很sade 你們在神學院裡面 其實就是在學被破碎 對不對 進來了以後 有很多的東西 不是你說的算數 學院說的算數 為什麼要先這樣練習你破碎 你在職場裡面也是一樣 有很多的制度可能會限制你 但是也唯有你怎麼樣 走在職場的制度裡面 你唯一被破碎的時候 神才會用你 這個是誰 約瑟 職場的先知 幫王結夢 神一定給你們有特別的感動 可能是在職場裡面別人沒有的 我們上次已經說了 耶穌基督在新約裡面的三個角色 對不對 君王 祭司 先知 你們今天在神學院裡面 已經提前領受了以後 你有特別的先知的恩賜 是因為中國人有三句話 說人有三等 分哪三等 後知後覺 還有呢 不知不覺 還有呢 先知先覺 所以你們這群神學生 培訓出來 以後成為傳道人以後 你是後知後覺呢 還是在教會裡面服事的時候 是不知不覺呢 還是在教會裡面你是先知先覺呢 所以為什麼要來上這些課 培養你的敏感度 約瑟 有這樣的先知 他知道在什麼時候適當的跟你的職場的老闆講 你認為這件事 應該 怎麼樣照神的心意做 成為一個先知的角色 摩西 他的領導力 川普剛上任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我相信在座的人都說 Who cares 因為跟你們真的是沒關係 對不對 誰當選跟你有什麼關係 連我都沒關係了 我已經在美國30年了 誰當選也跟我沒關係 但是真的沒關係嗎 我們其實要看的是什麼 川普在當選以後 有人說川普這個人怎麼樣 那個人 我說你何必看川普這個人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美國治國 你以為是總統在治國啊 聽懂嗎 你以為是總統在治國啊 總統下面呢 負責管交通的叫運輸部 負責管衛生的叫衛福部 負責管經濟的叫經濟部 這樣聽懂嗎 所以呢 川普怎麼想是一回事 他下面的這些部長才是 做美國政府的決策 這樣聽懂嗎 所以 川普呢 就把交通部交給了誰 部長就會負責 會擬定政策 然後下去做 而且要做之前還是要經過什麼 參眾兩院同意的 還不是川普一個人說的算數啊 這樣聽懂嗎 所以每一個人都來問我 牧師啊 我在選舉以前啊 我們是應該投川普還是投希拉蕊 我說投誰都一樣啦 你投誰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反正都是下面有個團隊 但是我要講什麼 現在重點來的 川普怎麼選他的團隊 這個是重點 你們今天為什麼會覺得說 神學院畢業以後找不到教會 明明需要教會 需要牧師的教會就很多啊 為什麼找不到牧師的教會 還是那麼多 然後還是那麼多的牧師 找不到教會的服飾 川普選所有的部長 根據兩個重點 一個是什麼 專業 一個是領導力 知道喔 以後你們有一天也會變成主任牧師喔 你可能會找你的服飾團隊進來喔 我告訴你就這兩個東西 專業 領導力 摩西就是這樣的領導力 神特別拣選他 耶和華拣選他的時候 摩西還想說 我以前在埃及的皇宮的時候 你不找我 我那時候既聰明又有權位 還是埃及的什麼王子 你那時候不用我 你把我放逐到怎麼樣 沙漠了以後呢 你現在才來告訴我說你要用我 我啥都沒了 那耶和華跟他說沒關係 你有什麼 我剩下這根拐杖 我就用你這根拐杖 所以我們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們的神學生 神要開始訓練你的領導力 你才會成為一個好牧者 教牧學裡面也告訴你 你沒有一個好的領導力 我再給你多的會眾呢 也全部會流失你信不信 再多的會眾從前門進來呢 也會從後門出去的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的教會 他keep不住人 因為傳道人沒有領導的能力 沒有領導的性格 沒有領導的外面的一些特質 所以跟他的人 就覺得留在這個教會怎麼樣 看來沒希望 看來沒前途 看來沒什麼沒什麼沒什麼 然後教會就流失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實習的時候 我想神學生都要到教會去實習 請你注意你的領導力 加上一個什麼 專業 因為領導力是 要由你的專業一起來表現 所以每一個教會 要用你這個神學生也好 或是將來要用你 是傳道也好 甚至要按理領牧師的時候 要看你的專業 甚至這個專業 不一定是你過去的專業 可能就是你在神學院 發展出來的專業也都可以 神到底給你一個 專業跟領導力 你是否會把它融合成為一個 傳道人的特質 約束亞 最後帶領以色列人 猶大人 進迦南美帝的是約束亞 所以他展現出來的是職場的一個傳承 OK 所有的東西 好的東西 重在傳承 有些同學有到我家過感恩節 我有講中國人有什麼 有三個最大的問題 有誰記得嗎 眷留記得嗎 有人記得嗎 誰 來湊一湊 湊三個出來 來去過我家過感恩節了 有哪三個中國人要不得 蛤 蛤 見不得人好 你老記得那個很好 還有呢 就是見不得人好 還有 湖團姐 還有呢 家傳祕方 中國人的三大死穴 中國人的三大死穴 沒有來我家過感恩節的 看看能不能來我家過聖誕節 第一個叫做祖傳祕方 有沒有 中國早期最好的東西 什麼火藥 造紙 指南針 什麼說多久多久以前就有 有沒有 因為中國人有祖傳祕方的這個觀念 所以好東西就怎麼樣 只傳給兒子知道嗎 傳子不傳女 而且傳自己人還不傳外人 到現在都還有 所以一個好的東西呢 如果傳給他兒子 我大概跟你講運氣好一點的打個八折 百分之八死傳下去 大概有二十呢 就死在他老爸的手裡 死的就跟著走 因為那個是經驗 難能可貴的部分呢 二十percent呢 就留在爸爸的手裡 跟著埋葬了 兒子就八十percent 兒子呢 再傳給兒子 孫子 然後呢 就再打個八折 所以幾代下來呢 就不見了啦 就失傳了 有沒有 你不要講說太遠 清朝的龍袍 清朝的龍袍是用克斯之法的 克斯就一直到1970年以後 才又去巡迴來說 那個龍袍是怎麼織出來的 清朝滅亡也不過在1911年 一下子就失傳了 那西洋呢 就西方呢 傳承 那一邊叫做什麼 祖傳秘方 西方就叫傳承 那西方怎麼個傳承法 來 我跟你們講 美國為什麼在250年可以成為世界的強者 所有在美國念研究所的學生 你們例外 美國所有的念研究所的學生 要給一個PhD 他一進來的第一年 他就是要怎麼樣 重複去做別人 研究出來的結果 重複的去做 先不要去管你想做什麼 先做別人 然後呢 把別人的做完了以後呢 再告訴老師說 這個裡面呢 有哪一些地方 現在沒有被以前的人解決的 我找一個小東西出來解決 只要他把那個小東西解決了 他就PhD了 然後PhD完了以後要怎麼樣 把那小小的東西怎麼樣 要publish出來 PhD的論文要在所有 全美國的國家 圖書館裡面都查得到的 你們可能只是進不去而已 像我是學校的教授 我有密碼 全美國所有的高等論文 我全部可以進去我的電腦 所以每一個PhD的學生 不管你是哪一個學校的 你做出來的成果呢 你得publish出來 可是要是中國人呢 這一點點被我發現就要怎麼樣 祖傳秘方知道嗎 不能告訴你知道嗎 不能讓你們知道 這是我家祖傳秘方 如果他早死 可能就連兒子都傳不下去 然後就沒了 那美國人呢 publish出來以後呢 第二年的學生呢 就做第一年學生PhD 論文的那個結果 再重複做一遍試試看 那如果被發現說 這一個博士生做出來的論文 誰都沒辦法照這樣做的時候 人家就說這個論文是超來或是假裝的 是做假的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人的論文是不能做假的 他在publish之前 他自己還得做個十遍二十遍確定 我每一次做的成果如果都是這樣的時候 他才會publish 然後老師才會給他PhD 你知道嗎 多好 所以美國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最好的東西呢 快速的累積起來 給你們移民簽證有什麼關係 因為要的是你們的好東西啊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呢 有這個傑出人才EB2 只要你跟美國政府移民 你說你是傑出人才 OK 把你的傑出的東西丟進來 我看看他就把它拿出來存起來 就變美國人的啦 然後你人進來我就給你進來 有什麼關係 就那在短短的250年內呢 他的科技可以整個上來 聽到齁 所以你們這樣子的傳承 約蘇亞是不是也做一樣的職場的傳承 摩西怎麼樣帶領的過程 約蘇亞都有跟著 最後呢 摩西進不去的時候 約蘇亞有沒有 擔起這個擔子來 做第二任的PhD的學生 帶領著神的使命進去 今天你要在職場 你如何博得老闆的喜悅 在教會牧會的時候 你博得主任牧師對你的信任 然後呢 做一個傳承者 再好的教會我告訴你 再好的教會 再好的牧師也都會怎麼樣 退休 知道嗎 都會退休的 所以你有沒有機會 你一定有機會的 你只是沒有把自己ready 做為一個傳承者 約蘇亞就是一個典喚 這是誰 路德 路德 路德給我們的是什麼 職場的忠誠 有沒有 老公即使是死了 他還是怎麼樣 忠心不熱 有沒有 在職場裡面 有時候你有不錯的表現 但是為什麼你常常沒有得到垂愛的眼神 有時候就是插在這個忠誠 有時候就是插在這個忠誠 OK 所以忠誠是一個沒有辦法度量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在你的臉上告訴人家你多忠誠 可是人家卻可以一眼看出來 你忠誠不忠誠 有沒有 有沒有很奇妙 有 所以路德呢 在職場給我們的那個忠誠 如果你平常沒有培養 這樣一個忠誠的人 我可以告訴你在任何一個團體裡面 在一個團隊裡面 大概半年以後呢 你就會發現你的人際關係是破裂的 因為人跟人中間 就是有一個chemical 可以了解你這個人不夠忠誠 你也不知道 你是講的哪一句話 讓人家覺得你不夠忠誠 從此以後 你的關係可能就破裂了 這個呢 同樣是路德 路德記裡面還有一個波阿斯啊 有沒有 波阿斯就是職場裡面的慷慨 跟詩语 職場裡面要有好的人際關係 在教會裡面 在教會裡面募會 想要有好的人際關係 慷慨跟詩语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他絕對 他絕不縮手 但是這樣的傳道人 反而會受到教會弟兄姐妹的 戀愛 尊敬 扫羅大還是 撒末爾大 我跟他講 撒末爾 高了扫羅以後啊 等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扫羅 扫羅 被暗立了以後 被高立了以後 撒末爾 很知道他自己 被耶和華 被神的靈 差遣來高 以色列的君王了以後 他很謙卑的就退下來 他沒有去跟 扫羅去搶那一個領導的位置 他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屬靈的夥伴 成為大衛的屬靈夥伴 他高了他以後呢 在 祭司的角色 因為撒末爾是祭司 他很尊重自己的角色以外 他也沒有僭越的 他高說 你這個王 還是我當初給你案例的 今天教會裡面 有很多的爭執 其實是這樣來的 有沒有 有些長老把牧師給趕走 就是說 你當初是我長老拼牧你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最後就搞得不好 有沒有 所以到底 長老找了牧師來以後 是長老大還是牧師大 我跟你講 撒末爾就做了這個 職場屬靈夥伴的很重要的角色 你們將來在教會 牧會裡面的時候也是一樣 有些弟兄姊妹 的確在進到教會裡面 被你關懷 被你帶領的時候 可能還是個小角色 可是他可能在五年十年以後 變成商場的 怎麼樣 劇組 或是說 商場裡面的大角色 或是商場裡面的領袖的時候 你會扮演什麼角色 你會不會看得起來 眼紅呢 我們剛才說中國人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第二個 致命的傷叫什麼 叫見不得人好 有沒有 哎呀 那個教會那麼大 你見不得人好 你說那裡面沒有用啦 聚完會以後就怎麼樣 跟電影院一樣擅長 沒有用啦 有沒有 那就是見不得人好 然後自己小小的教會都對外說 神給我的負擔就是要牧養這小小的教會 讓我牧養這十個人 師父哥 你這樣知道嗎 反正他想講的都是他贏就對了 見不得人好 OK 沙穆爾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不要去說大的是好 或是小的是好 好不好 大的有大的使命 小的有小的使命 重要的是你們要成為職場的一個屬靈的夥伴 特別是如果你們可以做雙子牧師的時候 特別要有產生屬靈的影響力 誰一個呢 扫羅王 扫羅王後面是追殺誰 大衛 有沒有 扫羅王本來是被高出來的王 他也是正是正正四四倍高的喔 他也不是偷偷摸摸自己高的喔 可是在職場中的忌妒 有沒有 中國人的死穴 見不得人好 忌妒 所以在教會幕會裡面你們也是一樣 如果看到有些傳道人在同樣的團隊裡面 有人做得的確比你好 求神保守我們 不要有嫉妒的心 以斯拉 以斯拉很會怎麼樣 很會教導啊 他發現這些被擄的猶太人散居到各地以後怎麼樣 我們現在叫舊約啦 在他們來講 神的話都不讀了 因為沒辦法都被同化了 被擄到巴比倫了 已經過巴比倫的文化 被擄到哪裡 羅馬的就過羅馬文化 被擄到埃及的就過埃及的文化 以斯拉有重新教導 重新激化 猶太百姓 回到神的前面啦 所以在職場裡面 你們也要這樣的教導力 特別是神學生 人家都有一個期望 你花了兩年時間在神學院裡面 你們應該在聖經上的教導 系統神學上應該要比人家好啊 人家這種假設是對的啊 不然院長怎麼讓你們畢業 院長 明年畢業典禮以前我可以考試嗎 沒過我這一關的就不給畢業這樣 教導力 但是中國人有另外一個問題 孟子李柔篇有一句話講什麼 人之犯 在好為人師 有沒有聽過 人之犯在好為人師 我們的傳道人也是要小心 有時候喜歡好為人師 其實一般人也都會啦 喜歡好為人師 懂一點呢 就說得好像你很懂 有沒有 還怕人家不懂 還故意教人家講到後來才發現 人家比你還懂 在教會裡面有時候 這是兩極化的問題 要嘛就是教會請你教主日學 哎呀客氣啦 我不會教啦 我不要教啦 不能教啦 什麼還學的不夠徹底啦 還學的不夠透徹啦 另外一個呢 就是好為人師 有時候講起來我都覺得說 啊這樣也拿出來教 有問題吧 但是你不得不培養 你必須要培養 OK 教導能力是很重要 其實教主日學真正得幫助的是誰 老師啊 是老師啊 你們如果去當主日學老師 是你們得幫 你以為是聽的人啊 聽的人通常講完就忘了 不相信我 禮拜二講的你們大概全忘光了 因為你哪裡消化得了 你一定消化不了 但是你準備 你有這樣的教導力的時候 你在職場裡面 你要有教導的能力 否則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懂多少 懂多少才教得出多少 知道嗎 你用死輩的是教不出來 你不相信問院長 用死輩的誰教得出來 他都也忘光了 有沒有 如果這東西不是你的 你光看一張 我也是看一張圖而已 知道嗎 我沒有看字啊 我沒有印的 我跟你們一樣都是看一張紙 一張圖而已 所以你們要培養 所以你們要培養 好不好 院長要你們考試 主要是看你們到底有沒有變成自己的東西 有變成自己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再出來 所以準備主日學實際上是你們自己的幫助 所羅門王 這張應該是放在前面 來一點跳回來 好 所羅門王 剛才 所羅門王 他在職場上的智慧 在教會裡面一樣有很多的紛爭知道嗎 教會裡有很多的紛爭 有時候你都搞不清楚是誰對誰錯 那真的是考你的智慧 所以有時候你在職場裡面的智慧 跟在教會裡面 幕會是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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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好幾遍的一樣 在所羅門王裡面 他所面臨的 當一個媽媽帶一個孩子來 說這個孩子是我的 他把死的孩子跟我換了 有沒有 所羅門王說 那咱們一刀把他劈了吧 有一個人一半少會話 那真的媽媽就趕快講說 那不要批別批別批 給他吧 那另外一個就說什麼 就批吧 有沒有 聖經說他 就批吧 一個人一個 那所羅門王就知道了 在職場裡面 在教會裡面都是一樣 你們在神學院裡面 學很多的輔導學 第一個就叫你們要會聆聽 但是我常常要講說 聽完了以後 如果你們沒有智慧 那聽又怎麼樣 聽完了對你們來講 也沒有用 就是把人家的苦 倒在你身上 你變得更苦 有很多人輔導到最後 自己錯亂了 因為他開始去想像 人家的難過 人家的不幸 然後最後就變成 自己的生活也過得很不幸 因為他被影響 有個移情作用 所以在教會裡面 募會 在職場裡面 你們很快兩年三年畢業了以後 就都投入了 教會的牧養工作 智慧是一個最重要的項目 很多的事情的決定 祷告求神給你智慧 這個呢 丹尼里 獅子坑裡的戰士 職場裡面有時候 的確有些人 會來跟你耍陰的 你明明做對 可是他就是來跟你陰的 他看你爬得太快了 有沒有 他就去跟老闆告狀 這個人這樣子做不行 他怎麼可以在辦公室裡面 傳福音呢 辦公室裡面應該是 宗教自由 特別是醫生 美國的法律有規定 醫生看病人的時候 是不能傳福音的 因為宗教自由 因為醫生對病人 有絕對的權威 所以醫生在看病人的時候 不能藉此傳福音 因為病人可能會受到威脅 怕你不把他醫好 所以他會受到威脅 他就會告你 所以你傳福音給我 丹尼禮在當時候的情況 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大家就說我們來想個辦法 把他幹掉吧 去跟王講 有一個人 三不五時就在拜他的神 如果我們可以 宣布一個召令 如果在我們的國家 有人在拜他的神 就把他丟到獅子坑 國王也不知道他們 到底要搞誰 就說啊 就就就就就班布唄 一班布原來就是在搞 我丹尼禮不是嗎 原來你們在教會裡面 曾經是那個最怎麼樣 純潔忠貞的那一個 結果被人家陷害的就是你 有人家就去跟主任牧師去告狀 告你這個小傳道人 說這個說這個做那個做那個 丹尼禮在那樣的情況 他禱告跟神講 有沒有 神如果與我同在 獅子又有何患呢 當然 當他出來了以後 有人還曾經把他忘了 還留在檢語裡面 忘了把他帶出來 職場的倫理 什麼叫倫理 就是先後 上下 所有的歸根矩 有一個倫理在 有時候 你在教會裡面 你是否破壞了倫理 有時候你也直接 沒有去處理 你的階層的那個事情 你直接就往上告狀去了 還是有時候呢 你跳過了某一些倫理的關係 明明就是有小組長可以管組員 明明就有區部可以去管小組長 明明就有牧養處的 主任可以去管區牧 你沒有循著一定的管道 走職場倫理的這一塊 你可能就產生什麼樣 產生了教會的衝突 這個叫倫理 職場裡面也是一樣 好 這一個呢 以絲鐵 以絲鐵 職場中的女豪傑 當她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有報告啦 那個見她們用的不錯的方法 告訴了我們以絲鐵 如何在人民有難的時候 她說死就死吧 有沒有 豪傑就要有這種氣度 你們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如果聖靈真的覺得你就是要那樣做 死就死吧 對不對 這句話蠻好用的 很多人就說 牧師啊如果有人要叫你去證婚同性戀 你怎麼辦 我說不要管他 不給他證就不管 他會告你耶 我說告就告吧 死就死吧 聽到嗎 要堅持你就要堅持 死就死吧 好不好 來這個 這個我們跳到下一步 好 這個尼西米 剛才以斯拉是怎麼樣 有教導的能力 尼西米是有行動的能力 有沒有 有人會教 有人在教會裡面 蠻有教導的恩師 那你多教主治學 OK 有人認為自己口才不好 你可能不太會教 為什麼要給你們分組上來 其實我也要看看你們的口才好不好 對不對 口才不好的要怎麼辦 那就要用行動去遮掩你的口才不好 知道嗎 尼西米就是跟以斯拉這樣配搭的 以斯拉叫大家要回歸到我們自己的地方去 尼西米就說 走吧 直接跟王拿一點東西 我們就走吧 直接回去建成 短短的時間內就把城牆給蓋起來 要有行動力 教會裡面有時候也會有這種問題 開會永遠多過於決定的事情 決定的事情永遠多過實踐的事情 實踐的事情永遠多過口水 反正就整個教會就一而不決 絕而不醒 有沒有 新約 保羅 支帳篷的 他是個使徒性 的恩高 好 在職場裡面 每一天 Routine你做的事 在教會裡面 墓會 主任牧師教導你的事 希望你做的事 那個都是常規 你就正在做的這些事 除了這些事以外 你們有沒有覺得 有哪些事是教會應該去做的 這種事情 你如果有這樣的感動 又有行動力 又能提出很好的借念 又可以繼續做 我跟你講你就帶有使徒的恩高 使徒就是要做一些 很多教會的弟兄姊妹 還沒走到那個point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的 你已經走到那裡 如果沒有這樣的 不要隨便說自己是使徒 好 白居拉亞居拉 是職場的模範夫妻 教會裡面真的需要多一些模範夫妻 否則我們的婚姻制度真的會垮掉 現在為什麼婚姻制度會垮 因為離婚率高過結婚率 才是重點 如果今天 離婚率很低 結婚率很高 那些同性戀怎麼會有機會出來說話呢 這樣聽懂嗎 你們可以去剖析 社會的問題 往往它先存在的某一些問題就是 大家怎麼樣 要結就結 要離就離 今天結一結 明天不高興就離唄 離完了再怎麼樣 再結婚就是了嘛 結完了以後又怎麼樣 再離啊 所以根據美國衛福部的統計 曾經離婚過又結婚了 第二次的離婚率更高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尋了同樣的模式 可以去解決一個問題 那就是離婚 所以當他面臨第二個問題的時候 第二次結婚又有問題的時候 你想他會不會很快的用 那就再離一次吧 反正上一次也不過就這樣也沒事 所以第二次再結婚的時候 有時候離婚率是比第一次還更快 更高 教會裡面如果沒有魔幻夫妻的 這樣的一個表征 沒有魔幻夫妻的這些見證生命 我們在教會裡面 如何去反同性戀這個問題 我都覺得很難 百姬拉亞居拉 他們如何接待保羅 一起同工 在職場裡面 我們也盼望大家有這樣的觀念 好 那下面是新約當中 一個一個來好了 因為你們開始要走職場宣教 我可以告訴你99%的教會 都會幫你當很奇怪的神學生 然後問你是哪個神學院畢業的 特別是這裡 台灣現在好多了 為什麼 因為暑假的時候我回去台灣 我發現台灣 香港是最快的 香港是做得最好的 職場宣教在華人 兩岸三地 香港是做得最好的 台灣是這幾年 中華福音神學院 華省就院長的學校 華省現在也都有職場宣教課 正道神學院也跟我聯絡 他們也成立了職場碩士課 台北臨娘堂 現在也都有職場宣教領袖學院 直接就是出來當領袖學院 職場宣教的領袖學院 沒有掛在宣教學院裡 那就職場宣教的領袖學院 OK 這是個趨勢 因為聖經裡面我們來看使徒行傳中間 四十個與神相遇的經歷跟神機 也就是四十個神機 有三十九個都是在職場上發生的 只有一個是在美門的門口 美門就是會堂 只有一個是在教堂的門口發生的 剩下的四十個神機 從第一個神機 水變酒開始 你們自己去查 這留給你們神學生去當 你們靈修的題目 哪四十個自己去查 每一個都發生在職場裡面 當你在你職場裡面 在一個婚宴上面 酒沒了 耶穌直接把水變酒 另外在耶穌出現了 132個公開的場合 除了十次以外 他都是出現在職場 這你們看得到那個嗎 那好了 我們要休息 我知道 我的時間定準 他時間跳出來 那最後一 這一桿我們實在走完 我看看 好 那我們先暫時停在這裡 那個院長我們是先合照好不好 再讓他們去上廁所 好